大家好,这里是最佳拍档,我是大飞 在3月16日,美国政府发布的《联邦公告》中显示 美国版权局,也就是UICU,发布的法规第202部分 认定AI自动生成的作品不受到版权法的保护 在这份长达三页的说明文件中 UICU表示,作者通过Footoshop进行创作的图片是受到版权法保护的 这是因为在整个过程中,包括从最初的构思到最终作品的完成 都有人工参与进行创作 而通过Midjourney,Stability AI,ChatGBT等平台自动生成的作品 在整个创作过程中,完全是由机器人来自动完成的 并且训练的数据也是基于人类创作的作品 因此这些作品都不受版权法的保护 为什么UICU要发布这个规定呢? 因为早在2018年,UICU就收到过一份图片的版权申请 申请人表示,这个作品是由AI机器人自动来生成的 那么最终UICU拒绝了这份版权申请 拒绝的理由是,这个作品没有任何人工参与的痕迹 不具备人类创作的属性 这在当时也引起了不小的争议 而申请人也进行了法律诉讼 但最终法院还是维持了原判 认为该作品无法受到版权法的保护 从2022年年底开始 随着AIGC的走红 越来越多的人都开始用Mate Journey,Stability AI, ChatGPT等等AI平台来自动创作作品 每天都有海量的作者向UICU发出版权保护的申请 那基于市场的需求 UICU就需要发布这样一份公共的指导法案 来明确规定这类作品受保护的界限和详细的规定 例如在2023年2月 UICU收到了一份漫画的版权申请 其中漫画的文字部分是由人工创作的 而漫画中的图片是由Mate Journey来生成的 UICU就认为这部漫画的文字部分是受法力保护的 但是漫画中的图片由于是AI生成的 所以是不受到版权法保护的 那为什么Photoshop创作的作品能够受到版权法的保护呢 UICU指出 人类通过Photoshop进行的图片创作 就好像音乐家们通过吉他 钢琴进行的创作一样 认为它们只是一种生产工具 而人类参与了所有重要的创作步骤 具有人类创作的属性 而Mate Journey Stability AI 或者是ChatGBT 这种AI平台呢 在创作的过程中 完全由AI机器人来自动完成 并且训练的数据 也是基于人类已经有的创作作品 所以呢 不属于人类创作的这个范畴 UICU还列举了另外一个文本的例子 比如你让AI用莎士比亚的语气来创作一段诗歌 这种AI生成的文学作品呢 也不受版权法的保护 因为这种作品在格式 语气 语调方面完全模仿了莎士比亚 实际上是侵犯了他人的著作权 此外呢 UICU还规定 作者在申请的视觉 文本作品中呢 需要明确指出 哪些部分是由AI机器完成的 哪些呢 是由人类完成的 如果机器完成的部分呢 超出了最大的限制 那就不应该放在这个作品中 进行版权的申请 总结一下呢 在UICU看来呢 版权法只能保护人类创作的作品 并且呢 这是一个公认的事实 主要是因为呢 在宪法和版权法中使用的作者一词 已经将非人类排除在外 不过由于AIGC呢 现在正处于飞速发展的时期 UICU的法案呢 也受到了国会和公众的请求 要求重新审查 与AI自动生成内容 有关的版权法的内容 并于4月19日 5月2日 5月17日 5月31日 分别召开针对于 AI自动生成的文本 图片 音乐 视频 等等内容的保护法的讨论大会 届时呢 可能还会有一些新的变化 此外呢 AIGC呢 其实还引发了很多 其他的一些版权问题 比如说 AIGC的作品 虽然不受版权保护 那侵权问题 又如何去界定呢 这些问题可能都需要等待 一一被回答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感兴趣的小伙伴 欢迎关注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